今天我和这个朋友呢一起来到塞店来看一台车 什么车呢继续想看一看丰田的一则 这辆车呢我身后这个兄弟呢说他挺喜欢的 而且这辆车呢其实外观啊挺啊前辈子哈 我们来问问这么一个朋友 你要是感觉一则的话这车可以 你会把它拿下吗 我会把它拿下 还可以啊 那么我们呢也来看一看 身后这么一样一则 一会呢我们进去问一问 落地呢需要多少钱 或者说呢大家认为这么一个价格 买起来值还是贵的呢 那我们走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身后这个车吧 来吧朋友们 大家以前这个车 就是今天和这个小伙子一起来看的 全新丰田的啊一则了哈 这个车呢是一个银色哈 银色一则呢从机上见的比较少 大部分见的还都是那个白色 白色珍珠白哈 珍珠白呢是要加2000块钱的 配置方面呢是属于2021款2.0 自吸排的啊 异动版 它这个发动机呢 和亚洲龙啊 包括雷萨CES都是同款发动机 但是这个车小啊 抛起来动力呢还是很强的 尾灯呢也是这么一个 弘转标形状的一个尾灯 和思域似的 当然这个车呢它是一个SUV 紧速型的一个SUV哈 比较的小这个车 车长呢是4米39 这块呢是1米79哈 这个车指导价呢是14万8哈 这个指导价呢 也算是一则里面比较低配的一个车了 轮毂呢是一个铝合金的轮毂啊 现在都是新铝合金的 钢毂呢很少的 这个车的话呢 17寸的一个铝合金轮毂 然后这个车小伙子呢 身高是1米85哈 能看一看啊 反正这个车高度呢 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一则呢听说销量呢 还是很不错的啊 一则呢优惠地度 也还算是必要的小 小伙子啊 说广说他家里面呢 就是想买一个SUV啊 不想要轿车了 上一辆车呢 这个大众的街打开了呢 已经是十多年了 很老的那一款街打啊 现在呢就是想换一个日系车 然后呢看看一则啊 也真的是挺相中的 于是呢啊 就想来仔细的问问 这么一个价格哈 车主呢 就是这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呢 他想买 咱们接下来看看 这内饰什么样子吧 内饰房里面 现在看看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呢 感觉挺标心地义的 别的风天车型上 没大有这种方向盘 新款也都换成了 统一式的一个方向盘 这个车的话呢 你坐上去质感还行 具体质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这个啊 调节呢 还是手动的调节 毕竟价价格呢 摆在这里 14万多的制造价 然后这他一个 螺丝尖风处了 日系车呢 整个一个规整部呢 做的还行 第二排呢 空间呢 也不算特别的小 都是皮质作用 应该是啊 13点进行后包的 输了一点费用啊 差不多这个样 整个车呢啊 你要说空间特别大的话呢 也是不现实啊 不过这个车呢 营造的氛围感的还行 屏幕呢 也变成这么一个立体式的啊 屏幕呢 只是手出13英寸的一个屏幕 这是他的一个座椅啊 座椅呢 还有一点暗格 通风带打孔 后备枪的容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开合角度呢 是很大 能够放很多 开合角度大一些东西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一个价格了 问问休士王 如果要是给你弄好皮质座椅呢 就只能啊 便宜1万块钱了 那也是走车价格13万多啊 威价格15万 老体面感觉如何呢 花15万买上一个低配的 一则职吗 我们平均去买度的